第308集 姐弟两人一直聊到天快要黑下来,张景光三人红光满面的回来了。 孙昂将银行卡还给李强,三人购买了大量物品,每个人的储物腰带都装得满满的,身上还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里面同样塞满了东西。 张景光说道,老板,东西都准备好了,只是5G没有地方购买。 李强笑着问道,你们真的不后悔,跟我去元界?他心里涌起一丝不忍的念头,无奈,三人自从知道李强他们的不凡后,信心极度膨胀,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三人害怕的。 张景光笑道,老板,不怕,我张景光什么都不怕,哈哈,他满脑子都是黄金钻石。 想想初次见到李强的时候,随手掏出来的就是大块的极品钻石,这个诱惑他如何能够抵挡? 只有王岳林稍微有点不安,今天采高物品的时候,他就和孙昂商量过,后来还是张景光将第一次见到李强的情形说了一遍,最终他也没能抵御住如此巨大的诱惑,死心塌地地准备去元界发财了。 李强点头道,既然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好吧,我带你们去元界。 花大姐,能带我们顺一过去吗? 她有点不放心花妹娘的修为,花妹娘娇笑着拍了李强一巴掌,说道,哟,看不起你大姐啊。 花音刚落,一道白光笼罩众人,眨眼间会个世以空无一人,一个巨大的航天器发射架矗立在右边空旷的大地上,远处有大片灰色的建筑,在左边的空地上密密麻麻的物资堆积如山,大大小小的车辆穿梭来往。 李强目瞪口呆地说道,他们在干什么?啊,那是什么玩意儿? 他指着远处像炮台一样的东西问道,孙昂是警察出身,曾经在部队里服过衣,他说道,那好像是堡垒式激光炮。 李强忍不住笑道,好家伙,他们真能玩啊,堡垒式激光炮,还有什么武器,又不是去打仗,走,我们过去看看。 他兴致盎然地向那边走去,一大群陌生人站在场地上,竟然男女老少全有,托儿带女的,足有五六百人。 李强微微皱眉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花妹娘笑道,这可要问帕本了,谁知道他是怎么搞来的? 很快,赵豪,纳善,坦哥,帕本,柳大跃等一帮人也过来了。 李强指着厂商问道,帕本,这是干什么? 帕本说道,师尊,这是我准备带到园界去的,这些人也是,他们都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他们的家人。 我喜欢这里的科技,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多签一些人和东西。 李强不置可否地看着,问道,赵豪,你有什么打算? 赵豪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师尊,我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得到师尊的同意,没敢带来。 师尊若是同意,我也想带一些人和东西去园界。 李强沉吟了片刻,他原来打算将这帮弟子集中在一个星球,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修真星球。 如果带这些人和东西过去,那就要成为科技修真星球了。 李强忽然觉得,有一个高科技的修真星球也不错,于是笑道,没问题,你们愿意带多少人都可以,但是,有一条必须遵守。 这些人必须是自愿迁徙的,他们如果不愿意,绝对不许讲破,明白吗? 帕本面露喜色,他在地球过了一把大富豪的瘾,对于地球的科技十分羡慕。 这一次,他不但想把地球的科技带走,也想带走这里的人才和机器设备。 他问道,师尊,能不能再多带些人和东西? 李强点头道,等下一次吧,这一次去园界,你们几个还要回来,有些事情你们要帮我完成。 他看看不远处的航天发射架,笑道,帕本,你不会想让我把这玩意儿也带到园界去吧? 帕本呵呵笑道,如果师尊能带过去,我也不反对。 李强招手叫来张锦光三人,说道,帕本,取一些自动武器来。 帕本立即吩咐手下人去取,很快,一辆悬浮式战车开来。 李强说道,你们三人上车,帕本,武器在哪里? 张锦光想先爬进战车,问道,老孙,你会开这玩意儿吗? 孙昂和王岳林都是部队退役的,这中速悬浮式战车,他们都会开。 孙昂说道,喂,这是要开着战车去园界吗? 他根本没有理解园界是什么地方,他们三个都认为园界是地球上某个不为人知的地区。 三人刚刚坐好,李强笑道,这时候不去还来得及,最后再问你们一声,不后悔。 张锦光咧嘴一笑,老板,别婆婆妈妈了,都到了这里,我们还会不去吗? 李强点头道,那就好,坐稳了,去。 一道淡淡的金光闪阔,战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道金光很淡,战车消失的速度极快,周围的人群隔着大堆的物资,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变化,只有极少数人看到。 不过,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总觉得是自己的眼睛花了。 李强拍拍手道,好了,他们去了一个蛮荒的星球,那里的资源比地球可丰富多了。 赵豪说道,我给过他们基本的修真方法,他们若能用功,也许能修到原因期,这是他们摆脱命运的唯一方法了。 花妹娘咯咯笑道,父弟啊,他们三人被你整惨了,他们去的地方有人类吗? 李强摇头道,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很快就会牵一大批原始部落过去,那里不会缺少人类的。 有他们三人在,那些原始部落,我相信会进化得很快,那个地方就作为修真者的一个后备基地。 真是有趣啊,我很期待那里的变化。 在场的所有修真者心里都涌起一阵奇异的感觉,那是一种敬畏和心迹交织的感觉。 因为李强表现出来的实力太一乎寻常了,那是对原界的绝对控制,是对凡人命运的操控,这种境界绝对不是修真者可以理解的。 李强神情淡然地看着那些托儿戴女的人,问道,帕本,你怎么能让这些人跟着走的? 帕本露出一丝笑容,说道,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 所以很简单,我开出足够高的价钱,让他们自缘参加就可以了,他们并不会关心到哪里去,只要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一切都没有问题。 李强明白帕本的做法,他是用利诱的办法让这些人跟去的,而自己又何尝不是? 李强心里暗想,张锦光三人到了那个星球后,一旦明白过来,恐怕会骂不绝口,就像自己第一次到天庭星时,看到的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表达的就是愤怒、惊慌和绝望的情绪,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天庭星这样的凡人世界才得以形成。 赵豪问道,师尊,我们准备好了,现在就走吗? 将这么多的人和东西一起移到原界,李强心里没有把握,毕竟是第一次大规模转移。 他露出严肃的人情,刹那间他一直刻意控制的外表被打破了,身上的眼皱神甲显露出来,衣物在瞬间化为灰烬,一股庞大的气势随之流露。 别说是赵豪这些弟子忍受不住,连花妹娘这样的高手都觉得头晕目眩,周围的人纷纷向后飞退。 李强站立的地面忽然塌陷下去,那是九眼流的护身金光造成的,一个直径十来米的坑出现在他的脚下。 不远处的人们传来阵阵惊呼,李强心知不好,他快速掐动灵觉,只见一抹金光向四周急速扩散。 只要触及金光,不论是人是物,立即消失不见。 那圈金光越来越大,很快就波及到那座发射塔和一些停留在远处的车辆。 李强忽然醒悟,如果继续扩展下去,远处的那些建筑物也要被移走了。 他立即转换灵觉,眨眼间场地上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他曾经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坑,犹如钢铁胶柱一般,光滑坚硬。 这颗星球,完全是按照地球的环境改变的,除了地形和地球不一样外,其他的都是地球曾经拥有的。 天比地球的蓝,水比地球的轻,也有一个太阳和月亮,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已经和地球差不多了。 这是李强凭借元界之主的实力,强行将一颗星球改变成这样的。 这颗星球还蕴藏了丰富的晶石矿藏。 在一片空旷的草原上,半人高的野草随风摇曳,一群群野牛,脚马,班铃羊在草地上游荡。 一群野狼悄然趴伏在草丛里,瞪着暗青色的眼睛,脑袋随着班铃羊的移动而移动。 两只半人高的粗壮野狼向着下风口悄悄爬去,另外三只野狼绕到后面。 一只壮硕的青皮野狼是这群野狼的首领,他透过草丛看着越来越近的班铃羊群,眼里闪着兴奋的光,眼珠变得微红起来。 两只野狼突然跃起,向着班铃羊群急速冲刺,班铃羊群顿时打乱。 另一边的三只野狼也突然冲出,班铃羊群分为三股向三个方向逃窜,其中一股向那只最大的野狼首领奔来。 一只凄厉的狼嚎,那只最大的青皮野狼扑了出来,迎头扑向一只瘦弱的班铃羊。 那只班铃羊惊慌地扭头向一边逃窜,青皮野狼猛地发力,整个身体狠狠地撞到班铃羊的侧面。 班铃羊力俗不稳,侧着身子摔倒在地,几乎在瞬息间,青皮野狼就凶狠地咬住了他的脖子。 另外几只野狼一拥而上,班铃羊的肚子立即被撕扯开来。 天色突然暗淡下来,一阵古怪的狂风呼啸而过,狼群顿时显得不安起来。 那只首领野狼松开口,抬头向空中望去,鼻子不停地嗅着。 突然,他一声哀鸣转身向后飞奔,并且发出阵阵怪嚎。 仍然逗留在班铃羊尸体边的野狼也嚎叫起来,他们很不愿意放弃道口的美食。 无奈那只首领野狼的嚎叫让他们极度不安,所有的野狼都跟着跑开了。 天空中忽然聚起大片乌云,一道道闪电将草原照亮,霹雳般的雷声浑过天际。 地面上突然显出一点金光,随着金光的扩散,地面上的所有东西都被融化,巨大的热能将地面凝结起来。 随之而来的大雨,每等落在地面上就迅速蒸发,浓浓的雾气蒸腾而起。 仅仅几分钟时间,广袤的草原就笼罩在浓雾之中。 大雨来得快,去得更快,半小时后大雨停止了。 当大风吹去浓雾之后,那只桃远来的青皮野狼看见一大堆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出现在草原上。 李强出现在空中,看着地下的人群和物品以及那座发射塔,他开心极了。 有了这次迁移的经验,以后哪怕迁移再多的人都不在乎了。 这根本不用花力气,完全是借用元界之力,而且对自身的修为很有好处,是对力量控制的精妙体悟。 赵豪等人也飞到空中,在这里他们已经不需要掩饰什么了。 那些迁徙过来的普通人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从没有见识过什么修真者,眼看着公司的总裁帕本,鼎鼎大名的娱乐界大姐花妹娘,还有那些著名的大明星,一个接一个地飞到空中,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李强说道,他们,你把带来的人安排一下,记住,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灌兽,但是,普通的食肉动物还是很多的,要小心带来的普通人,他们必须武装好,做好防护工作,你去吧。 花妹娘带着梅晶晶的一帮女修真者飞过来,笑嘻嘻地问道,五弟啊,你给我们安排在什么地方? 李强笑道,花大姐,我带你们过去,赵豪,你们师兄弟几个也跟我来吧。 帕本在远处叫道,光头,过来帮我。 纳善摸摸头,说道,好了,等我一下,马上来,老大,我去帮帕本。 见李强点头后,纳善飞了过去,李强一挥手,众人消失在空中。 停在一片原始森林的上空,花妹娘四下张望,问道,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她心里稍稍有点失望,这里实在太普通了,看不出有什么特点。 李强说道,花大姐,我想问你,你,你喜欢什么样的景色? 梅晶晶和乔宇红一直跟在花妹娘身后,他们俩曾经对李强产生过一丝朦胧的爱恋,但是历经长时间修炼后,两人已经渐渐淡忘了这份爱意,完全把李强当作大哥看待。 这次见面后,两人都觉得李强变得有点陌生了,她偶尔露出的那种掌控一切的威势,往往让人透不过气来。 他们有一点害怕,也有一点好奇,不知道自己的大哥究竟变成什么人了。 花妹娘被李强问得一愣,她还没有认真想过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她说道,我,我想,应该有一个不大的湖泊。 啊?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下方的森林就发生了变化,一阵隆隆声自下而上传来,大群的飞鸟鸣叫着惊慌飞散,各种野兽向四面八方逃窜,参天的古树成天的翻倒,由于树林的湿润并没有尘土扬起。 紧接着,地面碎裂开来,大面积的塌陷下去,几十道泉水喷涌而出,不到半个小时,下方就出现一个不大的湖泊。 李强笑道,花大姐,接着说,众人的好奇心顿时高涨,这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实在是害人听闻。 花妹娘可是有名的小妖女,自从富山走了以后,她的妖女本色收敛了许多,但是本性是很难改变的。 花妹娘眼珠一转,娇笑道,这湖泊最好是在半山妖处。 她诚心要为难李强,看她有多大的神通,让这湖泊飞到山上去,何况这里根本没有山。 湖泊没有飞到山上,大地却开始隆起,随着李强的手势缓缓升起。 一条山脉在剧烈震荡中缓缓形成一个缺子,花妹娘用手扶着额头,嬌声道,这是什么手段呢? 她震惊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 修行了这么久,这样的手段和法术她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森林在山脉隆起的同时纷纷倒幅,山脉连绵几百公里,一座座巨大的山峰从地上升起,大块大块的岩石泥土随之崩落,轰隆隆的响声在天际回答,山势越来越高。 李强问道,花大姐,还需要什么?快说,正好一起改变。 花妹娘哪里还说得出话,她被这一系列的变化,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梅精精的修为水平比较低,反而不觉得很吃惊,她咯咯笑道,我喜欢山上长满鲜花,那就太好了。 花妹娘说道,妞妞,那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法术催生植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啊。 她还没有说完,就再次被震惊了。 无数绿芽从泥土中钻出,奋力地向上生长,花妹娘觉得就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眼看着整条山脉都铺满了嫩绿色。 只听李强轻贺道,是,无数的银色光点从天而降,银色光点落在绿色的山上,刹那间所有的植物仿佛都在欢场,整个场面如梦如幻,在场的人们心里涌起阵阵无名的喜悦。 每个人的功力都在无形中快速提高。 花妹娘,梅晶晶,乔宇红和那些天籁城的女修真者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们对那种天地间的和谐,万物生长的自然力量体悟得很深,而赵豪她们的反应相比之下就差多了。 不到一个小时,整条山脉都铺满了郁郁葱葱的植物,这些植物仿佛已经成长了几十年。 李强再次打出神灵诀,只听她轻声道,百花争艳。 空中落下的银色光点突然消失,万绿丛中一点点白色,红色,紫色逐渐展现,眨眼间绿色就淹没在五彩缤纷的花的世界里。 李强扣指一谈,说道,彩蝶飞舞。 大群的彩蝶突然出现,一阵风过花瓣飞扬,人们再也分不清飞舞的究竟是彩蝶还是花瓣了。 浓郁的花香随风而来,李强问道,妞妞,这样满意吗? 梅晶晶吃了,花妹娘也吃了,所有的修真者都吃了。 伴赏,花妹娘叹道,这才是真正的花海。 梅晶晶突然一声欢呼向山坡飞落而下,那些女修真者也尖叫着落下去。 不一会儿,梅晶晶就踩着了一大捧鲜花。 她注意到,这些鲜花很多都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 她飞身回到李强身边,将手中的鲜花递给李强,说道,哥哥,送给你,我太喜欢了,谢谢哥哥。 赵豪等人都傻傻地看着,这太神奇了,他们无法体会其中的奥秘。 赵豪问道,师尊,这是幻术吗? 李强反问道,你认为是幻术吗? 赵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犹豫了片刻,飞落到山坡上,反复查看那些鲜花,随手又踩摘了一些,重新飞回李强身边。 苦笑道,我看不出来,师尊的手法太高明了,他也学会拍马戏了。 李强自己就是一流的马匹专家,自然不为所动。 他微微一笑道,不是我的手法高明,你面前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不是幻术,因为这是在元界。 柳大月一直没怎么说话,元界充足的灵气让他十分痴迷,刚才的一幕更是让他震惊。 他说道,小师叔,我在地球说了一些弟子,有几个很有天分的,但是在地球他们进步不大,那里几乎不适合修正者修行,我想带他们来元界。 听众朋友